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的确 小小年纪就是四品尊纪丹王 能平凡了那才是怪事 恐怕农勇丹帝也不知道 就这几年的时间 墨无忌依然是五品尊纪丹王了 可见墨无忌必定还是一个六品丹王 原本看着墨无忌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 而有些别扭的胡真语 此刻却是越看墨无忌 越觉得这年轻人俊意不凡 既然这墨无忌和英水仙城关系匪浅 到时候自己也稍微提点一下奎丰云 好让他不要忘了给英水仙城多一些好处 国真是心态决定一切 如果墨无忌不是单道先盟的人 他获得了第一 胡真语心里能痛快了才是怪事 无论这永英仙玉的丹药道大比是否正规 单道先盟都必须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管是总分还是每一轮的积分 胡真语心情大好 走上了主坛最前面 他面带笑容的 将目光从赛台上扫到了广场上 然后才朗声说 尽管总分还没有出来 但我相信哪些人获得了前五十 大家已经很清楚 请总分前五十之下的丹师 离开参赛区 前五十名留下 随着胡真语的话 显示总分名次的阵法显示屏 已经开始显示 这次不再是从右下角开始 而是从最上方第一个位置开始 第一名 上仙城 九光仙城 公阳学 总分 一九五并零五零 第二名 上仙城 陆杰仙城 恒俊 总分 一九一并五七六 第三名 下仙城 鹰水仙城 莫兴和 总分一八九并三六一 第四名 中仙城 圣黎仙城 吴允升 总分一八九并三三一 第五名 上仙城 百定仙城 参赛单师 邝之谣 总分 一八三并九六零 五十个名字很快一字显示出来 除了极少数的中仙城之外 绝大多数都是上仙城 而下仙城自然只有鹰水仙城一个 莫无忌也是颇为满意 他本来只要进入前五十 没想到竟然进入了前三 甚至还有一个单地被他超过 尽管只是超了零点几分 那也是超 不过莫无忌的心里很清楚 他的这个分数 并不是真的代表 他在这么多单道强者中 就可以进入前三 也许在提炼药液精华上 他可以进入 但综合实力 他绝对不行 毕竟这次练单 几名单地和一些超强的六品单师 都没有拿出全部实力 金金火焰一下 就可以限制绝大多数单师的发挥 而他却是全力以赴 没有半点保留 当名次真正出来之后 嘈杂的现场再一次安静下来 单要到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关注着谁可以进入前五十 单要到大比之后 大家关注的是这五十五个 进入运先先古的名字 特别是莫无忌身上的目光和注意力是最多的 莫无忌来历不明 很可能是个天才的散修单师 这样一个天才散修单师手中 居然握着两个进入运先先古的名额 这岂能不引起别人的规予 胡真语则继续说 我先恭喜这五十名获得运先先古进入资格的单师 你们可以将手中的名额交给别人 也可以选择自行进去 在送出进入运先先古名额羽排之前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将这五十名单师炼制的丹药公开出示 同时展开进制 任何人都可用神念 查看这五十位单师炼制的丹药 说着 胡真语一挥手 五十个玉瓶 依此排开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在每一个玉瓶下方都有一排字迹 字迹著名的是炼丹的丹师名字 几乎是在这五十个玉瓶被送出来的瞬间 无数的神念就落在了第三个玉瓶上 那是莫无忌炼制的第一先大志丹 莫无忌的神念 却落在了几名单地炼制的六品仙丹上 他一看这些六品仙丹就知道 自己根本炼制不出来 尽管他可以炼制出六品下等仙丹 但是那种丹药根本没有神运 而这几名单地炼制出的六品仙丹 灵运十足 一看就知道是顶级的好东西 特别是第一名单地 公阳学炼制的九曲精神丹 莫无忌仅仅是神念落于其上 就有一种灵魂共鸣的跳动 这种丹药显然对元神和灵魂都有极大的好处 真不愧是丹帝 同时莫无忌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他炼制的狄仙大志丹 虽然全都是特等 但其中却少了一种道运 一种难以言喻的道运气息 这种气息之前他也有些模糊 但在看了公阳学等几名单地炼制的丹药后 莫无忌似乎打开了一闪窗 之前莫无忌还在想 自己给举办方白白送了一炉敌仙大志丹 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这次丹药到大笔 给他带来的收获 可不仅仅只有蕴仙仙谷 若是有时间能和几名单地畅谈一番 对他的丹道肯定是更有好处 莫无忌同时也知道 若非是法阵评比得分 他这一炉敌仙大志丹虽然是特等 但实际上应该是得不到九十分的 莫无忌在看了丹地炼制的六品仙丹之后 对自己炼制的丹药产生了不满 但是别的修士 对莫无忌的丹药可是太满意了 特等敌仙大志丹 平时该上哪弄去 短短时间里 整个广场人生顶费 不是因为莫无忌的丹药勉强 而是在众多修士看来 莫无忌炼制的丹药 每每都是灵运充沛 大到道运环绕 显然都是半点折扣不达的 特等敌仙大志丹 可以想象 这种丹药一旦送到商楼 马上就会引起哄抢 相比之下 几名丹帝炼制的 比如九曲精神丹 冰魄天尘丹 蓝须子丹等等等等 这些丹药虽然比敌仙大志丹 更加珍贵 等级也更高 同时更难炼制 但是这些丹药毕竟不是常用的 相距大家反倒比较遥远 这些丹药卖不卖 人群中有人叫了出来 胡真宇一挥手 将这些丹药全部收了进来 然后才继续说 这些丹药将全部属于永鹰仙羽所有 但是这里的丹师都在这 他们既然可以现场炼制这种丹药 给他们充足时间和更好的丹火 我相信他们将会炼制出更加完美的丹药来 想要丹药的待会儿去寻找这些获得名次的丹师吧 现在我要为获得名次的丹师 颁发进入运仙仙谷的玉牌 一枚枚让所有人羡慕的白色玉牌被胡真宇送了出去 墨无忌一个人就得了两枚 玉牌入手很冰凉 但是墨无忌的内心却是极度活热 等到五十五枚羽牌全部发送之后 胡真宇这才继续说 本次丹药道大笔也出现了一些顶级天才丹师 比如获得第三名的莫星河 莫星河如此年轻 却能在强者如云的丹药道大笔中获得前三 将来必定是丹地存在 我在此特意恭贺一下莫星河丹师 恭喜你 好了 请获得进入云仙仙谷预牌的丹师 三天后前往云仙仙谷 本次丹药道大笔 就此结束 接下来 请永英仙域的天地宣布获得奖励的仙域 胡真宇在一片热烈战声中退下 永英仙域的天地倒是有些疑惑地走了上来 他没想到 胡真宇对他的永英仙域竟然这么有兴趣 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魁风云已经不再去考虑 感谢仙界众多知名丹师和我永英仙域参加丹药道大笔 本次丹药道大笔 我要特别提出两个仙城 一个是下仙城 英水仙城 一个是中仙城 圣离仙城 让我意外和惊喜的是 这一个下仙城和一个中仙城 居然进入了前五 为了表彰这两个仙城 我在这里宣布 下仙城 英水仙城 越级直升上仙城 分别下辖十五城 允许挑选附属仙城 中仙城圣离仙城 同样晋级上仙城 下辖十五城 允许挑选附属仙城 请英水仙城城主温侯 圣离仙城城主朱礼 上来接受上仙城城主徽章 随着魁风云话音落下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激动的温侯在女儿温联系的陪同下站起来 这一刻 他只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沸腾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值了 胡真宇看见温侯身边 清秀绝伦的温联系 再看了看墨无忌 暗自点了点头 他似乎明白了墨无忌 一个如此优秀的丹王 为何要帮助英水仙城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蔫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的温顶